I love my mommy I love my mommy I love my mommy Yes I do 平常因为拍戏和妈妈聚小离多的张君宁 在母亲节这天 打包妈妈来陪她一起上班 还写了贺卡送给妈妈 不过妈妈现场却来个小爆料 张君宁讲的那段话 本来我想假装很感动一下 可是那段话因为我帮她修饰过了 所以 我都感动不难 这下囚了 没办法 谁叫张君宁的妈妈是个专业作家 算是她的职业病啦 嘿嘿 那今天母亲姐身为女儿的君宁 打算怎么帮妈妈庆祝啊 因为我真的之前都不在 所以我就只好把自己打一个蝴蝶结送来 然后可能带她去逛街 你买单就等 当然啊 这种时候一定是要买单的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超级羡慕张妈妈的诶 那男朋友也有准备礼物吗 有妈有送你吗 还是她比我早送我都不知道 我待会再来问问 好没有真面回应 那只好再来问问老梗的问题啰 现在真的没有计划 但是对工作上的热忱还很多 她的妈妈也不急着把女儿加出去 倒是最近演艺圈流行先有后婚 这样的话妈妈会接受吗 不可能啦 你看我就说我自己事业狂啊 就是 而且我妈在旁边你这样问好吗 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得问我啊 但将妈妈表示 如果这样也是她自己的人生 换句话说就是妈妈同意啦 最后不免俗的 妈妈我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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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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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妈 我爱我妈 平常因为拍戏和妈妈聚小里多的张君宁 在母亲节这天 打包妈妈来陪她一起上班 还写了贺卡送给妈妈妈 不过妈妈现场却来个小爆料 刚君宁讲的那段话 本来我想假装很感动一下 可是那段话因为我帮她修饰过了 所以 所以我都感动不来了 哈哈 这下囚了 没办法 谁叫张君宁的妈妈 是个专业作家 算是她的职业病啦 嘿嘿 那今天母亲姐 身为女儿的君宁 打算怎么帮妈妈庆祝啊 因为我真的之前都不在 所以我就只好把自己打一个蝴蝶结送她 然后可能带她去逛街的 你买单等等 当然啊 这种时候一定是要买单的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超级羡慕张妈妈的 那男朋友也有准备礼物吗 有吗 有送你吗 哈哈 还是她比我早送我都不知道 我待会再来问问 好 没有真面回应 那只好再来问问老梗的问题啰 现在真的没有计划 但是对工作上的热忱还很多 她的妈妈也不急着把女儿加出去 倒是最近演艺圈流行先有后婚 这样的话 妈妈会接受吗 不可能啦 你看我就说我自己事业狂啊 就是 而且我妈在旁边 你这样问好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得问问啊 但将妈妈表示 如果这样 也是她自己的人生 换句话说 就是妈妈同意啦 最后不免俗的 妈妈 我爱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性贼 性贼 性贼